霍女,话说朱大兴和南张德府人 家中很富裕,但为人吝啬 如果不是儿女婚嫁之事 家中从没有宾客 厨房中也从无肉类 然而,她却喜欢女色 只要是她看上的女人 花钱多少,从来不吝惜 每天晚上,爬墙串村 去找淫荡女人睡觉 一天夜里,朱大兴遇到一少妇独自行路 心知是逃亡的妇女 便抢逼着她来到家中 点灯一看,漂亮极了 妇女自己说,姓霍 再细致地问,妇女很不高兴 说,既然把我带到家中 又何必盘根寻生地问呢 如果怕受连累,不如早让我走好了 朱不敢再问,便留下她一块睡了 但是霍女不安于粗茶淡饭 又讨厌吃肉汤之类的东西 最喜欢吃的是燕窝、鸡心 鱼肚白做的羹汤 只有这样才能吃饱肚子 朱大兴没有办法 只有尽力供奉 霍女又爱生病 每天需一碗参汤补养身体 起初,朱大兴很不愿意 但霍女痛哭呻吟 眼见就要快死的样子 无可奈何 给她煮了一碗人参汤 病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 自此以后 习以为常 霍女穿的衣服必须是棉袖之类 穿了几天就厌烦了 要换新的 就这样 一个多月计算起来花钱无数 朱大兴渐渐地攻不起 霍女哭泣着不吃饭 要求离开这里到别处去 朱怕她走 只好委屈顺应她的要求 霍女经常感到苦梦无趣 每每让朱大兴每隔十数日便招戏班为她唱戏 唱戏时 必须让朱大兴再连外设一瞪 让她抱着儿子观看 即使这样 她也无笑容 经常对朱大兴责骂 朱大兴也不去与她辩解 过了两年 朱家渐渐衰落 朱大兴向霍女婉转地说 每日消费是否可以稍减一成 霍女同意了 每日用度减了一半 时间长了 朱家仍然不能供给 霍女每天喝点肉汤也能过得去 又渐渐地 没有真修海味也能用得下 朱大兴暗暗自喜 忽然一夜 霍女开门逃跑了 朱大兴怅然若失 到处打听 才知道在邻村何姓家中 姓何的是邻村大户人家 是宦官之后 她性格豪放无拘束 好结交客人 家中尝试登阳亮到天明 忽然有一美丽的女子 半夜来到她的寝门 她戏盘问 知识从朱家出逃的小妾 朱大兴的为人 姓何的一向藐视她 又喜欢这女子貌美 竟然把她留下了 二人在一起撕混了几天 何某越发被这女人迷惑 生活穷奢极欲 对她的一切攻击 如同朱大兴一样 朱大兴得知消息 就到她家要人 姓何的根本不当会是 朱告到官府 官府因为这女子的姓名来历不明 放到一边也不追问 朱大兴变卖家产 向官府行贿 才准拘捕审问 霍女对姓何的说 我在朱家原本也不是通过媒认 那彩礼而定的 怕她做什么 姓何的很高兴 准备到公堂上与朱打官司 在座的客人劝谏说 收纳别人逃跑的妻妾 已经是违法的行为 况且这个女人进门之后 挥霍无度 就是千金之家 怎能支撑得了 姓何的恍然大悟 就把女人送给了朱大兴 过了一二天 霍女又外逃了 有个姓黄的书生 家中很贫寒 未曾娶妻 一天夜里 忽然间来了一位女人 敲她的门 女人进门后 自己向黄生说 是来给她做妻的 黄见到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 而且是自投到她家 惊慌恐惧 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黄生凭束手本分 坚决拒绝 女人也不离去 与黄生应对之时 黄生发现这个女人柔美可爱 不禁心中有点动情 就把她留下了 但又担心她不能安心这贫寒的家庭 但是 女人每天起得很早 操持家务 勤劳超过过门多年的妻子 黄为人运戒 举止潇洒 和会取得妻子的欢心 两人相见恨晚 只恐将风声走漏出去 二人的欢快日子不能长久 而朱大兴自从清产起诉后 家中更加贫穷 又考虑到这个女人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也就把追寻她的事放到了一边 霍女跟黄生一起过了数年 二人恩爱成都 一天 霍女忽然说要回家探亲 要求用车马送她 黄生说 以前你说吴家 为什么前后说法不一样 霍女说 以前我是随便说说 我是镇江人 往日 我跟着档子流落江湖 就落到这不田地 我家中颇富裕 你把所有的钱财都带去 我必定亏待不了你 黄生听从她的话 拎了一辆车 与她同去 到了扬州地界 把船停泊在江边 霍女正平窗向外看 有一位巨伤的儿子从旁边过去 惊叹她的美丽 又反转船跟在后头 黄生不知道这情况 霍女对黄生说 你家很贫穷 现在有一个解救穷困的办法 不知你能不能听从我的 黄问她 霍女说 我跟你多年 未能为你生意男伴女 也是件未做好的事 我虽说不漂亮 幸亏现在还未老 若有人啃出千金的话 你就把我卖给他 有了这份钱 七事 田炉就都有了 这个办法怎样 黄生脸面失色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霍女笑着说 狼君不要着急 天下本来多家人 谁肯花一千金来买我呢 那是一句玩笑话给旁人听的 看看外面有没有买主 卖雨不卖我 本来就在狼君你自己 黄生不肯这样办 霍女自己把这件事告诉船夫的妻子 船夫妻子用眼看黄生 黄生随便应了一下 船夫妻去后不大会儿 回来说临船有一位商人的儿子 愿意出八百金 黄生故意摇头 说这是南城 船夫妻又出去了 过了一会 回来说 同意如数交千金 请马上过船去 一边交钱 一边交人 黄生微微一笑 霍女说 叫他暂且等等 我嘱咐黄狼几句话 马上就去 霍女对黄生说 我每日以千金之躯 侍奉狼君 你今天才知道吧 黄生问霍女 你以什么话来推辞掉人家呢 霍女说 请你马上过船去签署卖身契约 去与不去 本来就在我自己 黄生认为不可 霍女逼着催促他去 黄生不得已 去了 立刻对付清楚 黄生让人把千金封存起来 并加上印记对商人子说 我虽然贫寒 竟然真的把妻子卖了 马上分离 真是难以割舍 假若妻子必不肯听从 仍然将这今原封不动的归还你 刚把千金搬运到船上 霍女以同船夫的妻子从船后头登上商人之子的船了 远远的与黄招手作别 无一点依恋的样子 黄生惊骇得魂不附体 咽喉气塞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会儿商船截揽 如同离弦之箭远远而去 黄生大声呼唤 想追上去与之并行 船夫不听他的 开船难行 很快到镇江 把银子搬到岸上 船夫急急解船而去 黄生在岸边守着行装苦闷地坐着 举目无亲 到什么地方 自己也不知道 望着滔滔的江水 东流而去 真相万箭穿心 黄生正在掩面哭泣时 呼听到娇滴滴的声音 在晃黄狼 黄生愕然回头一看 原来是霍女 已在前边的路上等着 黄生高兴极了 飞起行李就跟从她出了 并问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霍女笑着说 若再迟回来数课时问 恐怕你对我就产生疑心了 黄生仍然认为 她的举止不一般 又细细追问 霍女笑说 我一生办事 对于那些吝啬的人 就破费她的钱财 对于那行为不端邪恶的人 就狂骗他们 假若我如实地把我要做的事告诉你 你必定不肯与我合作 这样我们到哪里去弄着千金呢 盖里有了充足的 前我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你的身边 你应该感到幸福和满足 你这样穷 问到底做什么 于是就雇了一个角力 背负着行李 一块走了 进了镇江城水门内 有一座门朝南的宅子 他们直接进去 不大会儿 老头老婆 男人女人 纷纷出来迎接 都说 黄狼来了 黄生就进屋去拜见岳父岳母 有两位年轻人 向黄生作医师礼 坐下来与黄生说话 他们是货女的兄弟大郎和三郎 宴席上菜肴不多 四个玉盘就把一张桌子摆满了 鸡 蟹 鹅 鱼 都用刀切成大块 年轻的人用大碗喝酒 谈吐豪放无拘束 宴会结束后 有仆人将他们夫妇 领到另一个院子中 让他俩住在一块 床上的铺盖鱼枕头 滑腻细软 而床 是用熟制的皮革带棕藤制成 每天有婢女及老太太送来三餐 霍女有时整整一天也不出门 黄生在这里单独居住感到苦闷 屡次说要回家 但霍女坚决不让 一天 霍女对黄生说 今天我为你打算 请你买一位女人 是为了你的子孙后代着想 但是 若买婢女小妾 价格一定很高 你假装当我的兄长 由我父亲出面与别家论婚 这样找一位良家女子是不难的 黄生认为不可 霍女不听 有一位张共事 她的女儿新晋死了丈夫 跟她协商的结果 要一百吊钱 霍女强为黄生娶来 心妇小名叫阿美 性格和顺 生得也很漂亮 霍女喊她做嫂子 黄生局促不安 霍女反而坦然无事 有一天 霍女对黄生说 我将和大姐到南海 去看望大姨 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返回 请你们夫妻俩安生地过日子 说完就走了 夫妻二人独居一院中 霍女家仍然按时给她们送饮食 对她们也很敬重 然而 自从进了这个门后 就不曾有一个人 再到她们这房里来 每天早晨 阿美按时去给老太太请安 说一两句话就退出来 丑里们站在一旁 也只是相视一笑而已 即便留恋不舍多做一会 她们也不殷勤应酬 黄生去拜见岳父 也是这样 偶尔遇到朱兄弟在一起去谈 黄生来了 大家都不作声了 黄生心中苦闷 又无处诉说 阿美发觉了这种情形 问黄生说 你与他们既然是兄弟 为什么一月来都像生疏的客人 黄仓促间回答不上来 结结巴巴地说 我在外十年 现今足刚归来 阿美又细细审问老头 与老太太家的门第 以及轴里们的住处 黄生窘迫 再也不能隐瞒了 就把实底全告诉了她 阿美哭泣着说 俺家虽贫穷 也不至于背见到 做你家的小老婆 无怪轴里们都看不起我 黄生听了黄霍害怕 不知有什么办法应付 只有跪在地下 任凭阿美处置 阿美收住哭泣 用手把黄生拉起来 反而请黄生想办法 黄生说 我哪里还敢想别的法子 只想让你回娘家去 阿美说 既然嫁你了 我再回娘家 于心不忍 那货女虽说是先跟了你 但那是私奔 不是明媒正娶 我虽说是后嫁的 却是明媒正娶 不如暂且等她归来 问一下她 她既然出了这样的计谋 将准备如何处置我 住了几个月 竟然没见货女回来 一天晚上 听到客房里有吵闹的饮酒声 黄生偷偷去看 只见二位客人身着戎装坐在上座 一个头裹着爆皮的头巾 威严得像是天神 东手的那个人 戴着虎头的皮革做的头盔 虎口咸着他的额头 虎鼻虎耳俱全 黄生惊骇地回来 把这事告诉阿美 二人猜测一通也弄不清 霍氏父子是什么人 夫妻二人感到疑虑难解 很畏惧 二人谋划着迁到别处居住 又恐引起霍氏父子的猜疑 黄生说 实话告诉你 那去南海的人 即使回来 当面对正乙定 我也不能再住在这里 现在 我想带着你离开这里 又恐怕你的父亲说别的 不如我们二人暂且分手 二年当中我必定再来 你能等待就等待 假若想另嫁他人 也听你便 阿美要回家告诉父母 跟黄生一块走 黄生不答应 阿美哭泣流涕 要他发誓 他才离别阿美 动声回家 黄生去给老头老太太告辞 正巧其他诸使弟都出去了 老头挽留他 等女儿从南海回来再走 黄生没听 就告辞走了 黄生上船 心中很凄惨 像尸魂落魄一样 船行至瓜州 忽然回头 见有片番飞逝而来 渐进了 看到船头 按键而坐的是大郎 大郎老远就招呼说 你想急着回去 为什么不再商量商量 天下夫人自己独身走了 二三年的时间 谁能等待呢 说话间 船已靠近 阿美从船中走出来 大郎挽扶着他 登上黄生所成的船 自己跳回船上 静止而去 这以前 阿美回到家中后 刚向父母哭诉 忽然大郎驾车登门来 按着舰威胁他们 逼着他女儿快走 全家人被吓得大气不敢喘 没有敢阻挡的 阿美向黄生述说了 刚才的经过 黄生也猜不透他们是什么意思 但自己得到阿美 心中很高兴 就解传出发 到家后 黄生出钱经营 很富有 阿美时常挂念他父母 想让黄生与他一块 回镇江探望双亲 又恐怕把货女引来 嫡数问大小尊卑有争执 居住了不久 阿美的父亲打听着来了 见到他们家中房宅整齐 心中颇安慰 对女儿说 你出门后 我接着到货家去探访 见他家大门已关 房主也说不清楚 时过半年 竟无消息 你母亲日夜哭泣 说是让奸人把你骗去 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今天才知道你没出事 黄生把实情告诉他老岳父 他们猜测着货家一门为神人 后来 阿美生了个儿子 就取名叫仙次 到十多岁 母亲让他去镇江 扬州 仙次在旅社中住下后 随从的人都出去了 有一位女子进来 拉着她的手到她的房间里 放下帘子 将她搁在膝上 笑着问叫什么 仙次便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又问他 叫这个名字 是什么意思 孩子答 不知道 女子说 回去问你的父亲便知道 就为他在头上挽了个剂子 摘下自己头上的花 给他粘上 又拿出一副金串 带到他的手腕上 又将黄金放到他袖子里 说 拿去买书读 仙次问他是谁 他说 你不知道你还有一个母亲 回去告诉你父亲 朱大星死了 但没有棺材埋葬 应当帮助他 不要忘了 老仆人回到旅店后 不见了仙次 寻找到另一室中 听到仙次正与人说话 从外相里一看 是老主母 在林外轻微咳嗽 好像要有话给他说 女人把仙次放到床上 恍惚间 已经看不到 仆人问旅店的主人 并没有人知道 数天后 从镇江返回 把这事告诉了黄生 并把所馈赠的东西拿出来 黄生听罢 凯探不已 等到去询问朱大星的消息 他已经死去三天了 尸骇暴露在外 未能埋葬 黄生给了他家很多钱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